好 請教一下這個介大使 這個選舉選到現在 美麗島的民調又公布了 信任度的部分 在選後呢 這個蔡英文的信任度 又增加了8.6個百分點 正面評價 執政滿意度 也比上次增加了5.7% 那雙雙都有破半數 那當然很多人會覺得 真的嗎 可能嗎 但確實是如此 說實話 蔡英文的民調向來都不差 那中間跌過一陣子 但是我們看到現在又回來 而且都過半 然後一個紐約時報專欄的 普利茲獎得主的一個記者 最近寫了一大篇 一大篇就在檢討自己大美國 其實我覺得翻一百話 就是美國閉嘴啦 不要再講那麼多了 威懾中國跟挑釁中國 就是一線之隔 美國有時候 應該在該讓局勢和緩之際 去大聲叫嚷著要支持台灣 讓局勢更加緊張 對不對 他真的是講了真心話 他舉例子 像裴洛西高調訪問台灣 擺出道義支持台灣的姿態 但然後呢 完全沒有增強台灣的防衛能力 中國的反應是讓軍艦更靠近 提高了衝突的風險 最好的例子就是這個 然後呢最後的結尾 他引用了這個劉德英的一段談話 希望幫助台灣安全的美國人提供一個建議 就是多做少說 嘴巴閉緊一點 行動來多一點 現在剛好相反 對不對 所以盡量是怎麼看 當這個賴清德勝選到此刻為止 大家最擔心的還是兩岸之間的風險 你不要說台灣人擔不擔心 這個美國人才最擔心 所以現在很多幫美國踩刹車的 美國的主流意見出來了 你看像紐約時報 登了很多像這類的文章 然後你也怎麼看待 到此刻為止 蔡英文的民調之所以還在網上飆高 是因為有個賴清德給他這個當對照組嗎 對 我覺得我這個看法跟你一樣 就是說美麗表店報 其實就是大家就開始 還沒有蔡英文還這個這個賴清德還沒上台 大家已經開始懷念蔡英文 蔡英文 這個懷念之早啊 就感覺到大家對賴清德有多不信任 就像後來大家 蔡英文上任很久 大家開始懷念馬英九對不對 以前把他講得諸多不適 後來發現比較之下他還不錯 還不錯 蔡英文 蔡英文其實是個騎強派 他這種這種從藍的做到綠的 然後從這個桶的做到毒的 他表示他這個人 還能夠怎麼講與時俱進 然後看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 他有個妥協的空間 所以這八年來 他雖然沒有什麼建樹 也沒闖下這個大禍 讓我們臺灣這個跟大陸 在臺灣海峽方面還保持一個基本的一個和平 這個現在大家就開始懷念他了 就是這樣子已經不容易了是不是 對一想到賴清德 大家頭皮就發麻 想到的就是說完了 AGFA沒有了 然後呢他不曉得下一天又要講什麼話了 又要什麼民主對威權了 他又是什麼中國大陸又戒選了 就不斷的去在傷口裡撒鹽 大家想說你真的是活得不耐煩了嗎 你真的要要挑釁大陸大陸到什麼程度 對他一點信心都沒有 所以呢他還沒上台 那蔡英文還沒下台 大家已經想到蔡英文雖然一無四處啊 可是呢他怎麼講呢 他起碼他的缺點沒那麼多 他沒有什麼優點 他缺點沒有那麼多 那賴清德一生都是缺點硬幹 然後呢自以為是傲慢 然後呢不聽勸 然後呢犧牲大家的利益 成全他個人的意識形態 這些東西我們想起來就毛骨悚然 所以我覺得那個 謝謝美麗島電子報 給了一個這樣子的民調 我的解讀就是說 蔡英文還沒下台 大家已經被賴清德嚇壞了 已經開始覺得蔡英文 也沒那麼爛了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蔡英文要謝謝賴清德 謝謝賴清德 所以蔡英文也有智慧啊 沒有把賴清德全部封殺掉 他也想到說 我搞一個爛的來接我的攤子 大家總有一天還會覺得 我雖然爛 可是還有更爛的 他就期望安全下莊就是了 對所以另外一個就是說 紐約時報這個 這一篇文章不是普通文章 這個 他事實上他是有份量的 他得過普利斯獎 在美國能夠得普利斯獎的這些 這些作家是不多的 那這篇文章的名字 他的標題寫得更有趣 你知道 他的標題叫 他的標題 我剛剛吵下來抱歉 他的標題是 訪問台灣後 因為他到了台灣以後 寫了這篇文章 我最擔心的不是中國 而是美國 這篇文章的名字就叫這樣 美國人擔心美國 對他說台灣百分之 他以這個就是說 裴洛西來台灣訪問 他說訪問以後 百分之六十五的民調 台灣人的民調 認為裴洛西這次訪問 讓台灣變得更不安全 是一個反指標 反指標 所以他到台灣聽了很多 他跟馬英九也談 馬英九就明白指出說 他說不少美國人 輿論理秀及國會議員 在台灣問題上 發表了很多荒謬的言論 而且對於台灣不利 對美國也不利 他雖然沒有這樣講 他說是荒謬的言論 所以這個作者 他的一個結論就是說 他認為美國事實上的話 應該怎麼樣 就是說不要老實怎麼樣 嘴巴上在那邊挑釁 然後呢 事實上做的又不多 那你說賣給台灣武器 所有的武器通通沒到位 然後呢 另外一方面呢 又不斷的在那邊 刺激中國大陸 還又通過什麼 台灣安全加強法案 又怎麼又宣布這些 他認為這些東西 就是把台灣推到立即的危險 對台灣一點幫助都沒有 美國是一個什麼 美國是一個 是一個台灣最危險的朋友 對 雖然美國的智庫說 賴清德是美國的危險朋友 這篇文章講說 美國是台灣的危險的朋友 所以兩岸本無事 美國自擾之嘛 對不對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 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 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 更加地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 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 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 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 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 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 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 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 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揮件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再次告一